好另外來看到的是全球的晶片帝國呢 竟然是有兩個這個土地不大的 這個小巨人撐起來的 一個是以色列 一個就是臺灣 當然以色列現在面對這個戰火的衝擊 那現在的這個未來的出現了危機不說 但是臺灣呢 這個張宗謀特別警告說臺灣的半導體產業呢 現在也已經開始浮現危機了嗎 那到底為什麼阿敏歡 來跟各位談幾件事情喔 臺灣的晶圓教父張宗謀董事長 他非常厲害的地方是 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張宗謀董事長是喬牌高手 而且他已經九十幾歲了 但很多事情他還是過目不忘 他在過去二十年的過程當中 他做了很多次的 所謂的關鍵性的一個決定 讓臺灣的台積電逐步的一個茁壯 但是後來他有說了 台積電這麼強大 會不會成為了兵家必爭之地 後來這句話各位也成真了 很多事情都一一的成真 他說台積電到美國去做投資 美國又貴又慢 一定會拖累到台積電的進度 最近的台積電在辦運動會 突然間董事長九十幾歲了 語重心長 他就說哎呀他非常的擔心啊 為什麼呢 二十年後 臺灣半導體的優勢會降低 然後話風一轉 他就談了兩個地方 他說目前包括了新加坡 包括了日本都非常的不錯 但新加坡真的沒有地 但新加坡因為這兩個地方 我都去過我簡單說明一下 目前新加坡就是北方那幾個高爾夫球場 十幾座全部收回來了 現在要蓋晶圓廠但是用完了也沒地了 他就說日本不錯 而且九州呢有地 有工作文化 重點是去很方便 多方便呢 飛機臺灣松山起飛到那個地方不到兩個小時 飛機下來之後出了關 那個地方呢 地方比我們臺北的松山機場還大 旁邊通通都是田 所以擴建非常容易擴建 你知道啊因為鄉鎮不大 到宿舍到整個所謂的廠區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所以仔細說齁 臺灣到整個九州去 到整個熊本去 感覺像去墾丁 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 而且九州有水有電 有水有電 而且旁邊現在呢 我的感覺是很像竹南 很像過去老時代的竹南 因為地很多 都是農田 都是農田 而且很好談 好重點來了 最近雙方的台積電 真的也亮見亮出來了 先來談第一件事情 黃仁勳董事長 最近在臺灣 那按照進度呢 本來他應該要在以色列 去推銷他的晶片 以色列在戰爭嘛 所以他一趟路 來到臺灣寧夏夜市 真厲害啊 黃仁勳董事長 又去吃了全臺灣 最好吃的那個豆花攤水果攤 他真的是一個吃貨 但吃貨 各位這個就先放在旁邊 新的晶片 又起我跟你說要來了 要來了嗎 過去呢 全世界最強的晶片 叫做輝達的A100跟H100系列 這個是士奈米的一個製品 但現在呢新的製程 新的產品 更高的一個規格 已經出來了 這個叫做B100晶片 那很多人會說 那這個B100晶片有多強呢 先說一般人用不到 一般人用不到 很貴 多貴呢 這一顆晶片 目前開價出來是兩萬美金起跳 兩萬美金起跳 好 再來 他是一千瓦才能夠帶動 所以一定會熱呼呼嘛 各位你去想 一千瓦是什麼概念呢 各位你家裡面用的冷氣 用的微波爐就是一千瓦的 那這麼熱怎麼辦呢 現在呢沒有氣冷的 他現在一定要在全水冷的一個環境 然後呢目前呢 據傳這一顆的速度呢 因為是整個疊加上去的 所以我們去看那個機台 那個機台跟抽屜一樣 就是抽屜的一抽一抽一抽 往上疊 疊整個機器之後呢 那個機器泡到整個水 水冷的整個機台裡面去 然後呢現在會比H100還要再快一倍 所以簡單的說第一個 台積電現在的三奈米 手機晶片iPhone你已經買了嘛 然後呢整個所有的AI晶片 目前的B100已經開始在推銷了 這個時候有一個人不開心的 而且他說我們要追上 寄星格 發生什麼事呢 寄星格目前的intel 在亞利桑那的FAB18廠呢 他就信誓勃勃的說 他就說台積電頭你們先走 我們很快就會追上 而且我們現在呢 全世界四大廠當中 有一家已經給我們定金了 我們隨時都可以試產 但現在呢工廠還沒蓋好 還沒蓋好 工廠還沒蓋好 簡單的說就是 連影子都看不到啦 但這件事情呢 大家還在求證當中 台積電之前不是說嗎 我們到一趟路到美國去嘛 對不對 補助還沒有拿到 對 那為什麼寄星格他們家的三百億美金拿到 已經拿到 拿到手了 據傳啦 據傳 先說 那如果說真的 美國政府給了寄星格intel三百億的一個美金 然後台積電都沒有拿到 這真正是大小肉 這個其實是讓大家覺得很受不了的 好 這件事是真是假 我們會持續來跟各位追蹤 但重點來了 突然間有人說 那整個以色列呢 又起 以色列 其實你不要看他小小的 他是晶片強國 他是晶片強國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說過 臺灣在整個以色列打仗的時候 臺灣所有的晶片股都在漲 為什麼呢 目前的以色列晶片廠 有四座 有四座 記憶體廠有三座 嚴格來說 不小的不大的地 他們只有九百萬的人口 而且土地比臺灣還要更小 但重點是以色列有事件事做對了 什麼事呢 包括了國家獎勵 人才的培養 資本的一個投資跟創新的一個文化 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美國那個市場很大對不對 美國股市當中最強大了 當然還是美國企業嘛 第二強的跟美國競爭的叫中國 人家十四億人口啊 也是很多啊 這個也應該 你知道排名第三的是誰嗎 以色列 以色列才九百萬人 怎麼有辦法說 在整個創新的公司 在整個所謂的一個科技文化 當中可以擺到這麼前面呢 原來以色列 他們長久以來非常重視 所謂的一個教育 所以以色列就做對了 上面的這四件事情 成為了中東半導體的一個第一強 但沒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為什麼呢 大家都一直想說 哎呀 嗨呀啦 嗨呀啦 哪天要是臺灣出事的話 以色列可以當作所謂的一個備胎 所以蘋果 高通 谷歌 輝達 通通去開研發中心 製造還是會在臺灣 因為我們臺灣做的是又快又便宜又好 但重點是沒有想到 臺灣還沒出事 以色列出事了 好 那以色列出事完之後呢 現在還有一件事情 各位都曉得最近手機有點賣不動 那手機有點賣不動呢 現在就嗚漏又逢連夜雨 為什麼呢 手機這一兩年迎逆風 所以二零二三年呢 最近孤出來 第四季還沒走完 所以這個是出孤值 他們說全年手機會衰退 百分之六點六 所以包括了台積電啊 三星啊 蘋果啊 營收全部都衰退對不對 那明年怎麼辦 又起 明年可能會更不好 會更慘嗎 我問各位喔 華為不是封鎖了四年半嗎 是啊 封鎖老半天 其實沒有封鎖成功嘛 所以他現在手機 咚咚咚又丟 又丟了三臺出來 好 那丟這三臺呢 他們自己已經說了嘛 他們說呢 我們在晶片上是落後了一些 還是小學生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賣七千萬臺 那各位華為賣了七千萬臺 就代表了三星 蘋果等等陣營 聯發科他會少七千萬臺嘛 那這一來一回算的話 是不是雪上加霜 這是第一件事情喔 所以呢 到底要怎麼辦呢 但沒有想到呢 最近國內的某家媒體 他就說哎呀 破口在哪 破口其實就是艾斯摩爾 結果這件事出來 全世界現在都在查證 為什麼呢 這是很大的罪名 當然很大罪名 對啊 國內的媒體可以這樣說 這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所以我們第一個 這件事情 我們不跟各位掛保證 這個是媒體說的 目前在查證當中 但下面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 現在說發生什麼事 整個台積電過去幾年蓬勃發展 他們的員工 從過去的三萬多人走走走 走到現在已經快到六萬了 全台灣快到六萬人 全球的整個員工 六萬人早就超過了 但重點是台積電要水 要電要地 各地都在列地當中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塊 龍科一旗在這個地方 龍科二旗在這個地方 畫紅線的是龍科的一個三旗 龍科的三旗呢 目前的住戶七千多戶 還有一座國小就在裡面 那還有一座國小就在裡面 之前說要徵收 結果呢 大家居民就說 這是我們住的地方啊 你怎麼可以把我們趕走呢 然後異議很多就對了 反正就不同的抗議的聲音 非常非常多 那現在呢 台積電已經確定了 這塊地不要了 這塊地確定不要了 他們就說從別的地方來拿 但是據傳中科已經拿到了 中科那塊高爾夫球場的 這已經拿到了 但這一波台積電從整個相對高點到低點 台積外資這樣沿路賣下來 台積電也來到了近期的相對低點 地2018 個機場 損電 升台積電